今天独行侠成为了西区进入季后赛第二轮的最后一支球队 他们也114-101击败快船 大比分4-2送对手回家 欧文全场出战42分钟 19投11中 3分区9投5中 发球5发3中 砍下30分6篮板 4助攻2抢断2封盖 其中28分为下半场所得 正22的正负值则为全场最高 大家好我是Terry 当时欧文加盟独行侠普遍声音是不太看好 一些人认为他和同样需要大量持球的卢卡东气旗并不互搏 也有些人认为欧文的工作态度有问题 且精神状态难以琢磨 而这一轮系列赛的六场比赛 欧文则兢兢业业打出了巨星级表现 场均出战40分钟 贡献26.5分 5.7篮板 4.7助攻 1.8抢断 投篮命中率51.4% 3分球命中率高达44.9% 罚球命中率85.2% 是球队晋级的最大攻城之一 尤其他下半场的发挥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在这轮期后赛中 欧文上半场平均拿到7.4分 投篮命中率49% 3分球命中率31% 而下半场的平均得分则来到了20分 投篮命中率60% 3分球命中率53% 不仅越到关键时刻他打得越强硬 防守端也非常的专注 这样有担当的欧文 绝对值得一个S的评分 赛后就连卢卡都表示 欧文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永远不要低估他 能和他当队友 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 除了欧文之外 卢卡攻下28分 7篮板13助攻 加福德13分6篮板 也有10分9篮板3助攻的表现 快船队这边 莱纳德再次因伤休战 保罗乔治出战42分钟 18投6中 3分10投2中 罚就484中 得到18分11篮板5助攻 正负值-19为全场最低 19年两人组成卡交组合 使得快船每个赛季开打前 都被认为拥有冲冠实力 而让人失望的是 莱纳德过去4年 都没能在季后赛保持健康 球队这5个赛季 也没能打出符合期待的表现 19-20赛季 快船队在季后赛大比分 3比1领先的情况下 被绝境翻盘 20-21赛季 快船在西区决赛输给太阳 21-22赛季 快船没进季后赛 22-23赛季 季后赛首轮被淘汰出局 23-24赛季 继续首轮被淘汰出局 对于这过去5年的成绩 球队老大莱纳德 肯定要被首先问责的 毕竟保罗乔治 虽然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球员 当二当家绰托有余 担当大当家一直差点意思 而莱纳德又不能维持长期健康 打打停停 不仅自己的状态无法保证 还严重影响球队的化学反应 今年季后赛 莱纳德打了两场比赛 场均12分8 狼板两只公两抢断 投篮命中率45.8% 三分球一共五投零中 罚球命中率67% 他出战的比赛快船全赋 莱纳德甚至被名记称作 史上最差超距 本轮系列赛 他只能拿到Z的评分 现在难题又给到了快船管理层 1.52亿的合同 其中在薪水方面还给了让步 为的就是让管理层可以在京夏 提前续约保罗乔治 保罗乔治京夏有资格签订一份 四年最高价值2.21亿的提前续约合同 似乎快船对这个价格还有些犹豫 毕竟球队的总薪资已经远超奢势线 而更重要的是 继续以卡交为舰队核心 球队还有没有前途 现在联盟早就不是巨星抱团 就很容易能拿到冠军的时代了 接着就是哈登的续约问题 本赛季哈登从快船拿走3564万美机 夏天将成为自由球员 他在本轮季后赛场均贡献21.2分 4.5篮板8助攻 投篮命中率45% 三分球命中率38% 罚球命中率90% 34岁的登哥肯定希望拿到一份价格还不错的 超过三年的合约 毕竟这有可能是其职业生涯最后一份大合同了 而且哈登本赛季无论常规赛还是季后赛 表现都还不错 接着看快船愿意为其付出多少银子了 除了哈登之外还有威少 他去年夏天和球队签下一指两年780万美金的合约 价格低于市场价 第二年有球员选项 威少本赛季在快船打的还是比较开心的 对于球队的第六人 常规赛也有过代表之作 但季后在这六场比赛表现不佳 场均6.3分 4.2篮板 投篮命中率26% 三分球命中率23.5% 罚球命中率61% 他夏天有可能会跳出合同 选择追求一份价格更高的合约 不过对于快船来说最难的是 即使搞定这三年的合同 也只不过是维持现状而已 未来想要再多知新贵球队崛起的西部 但有一席之地 原地踏步就等于在退步 说另外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